朋友们好,我叫王爱国 是不是啊,我们要重新审视这件事啊 要不图名,不图利,不图感恩,不图回报 是这样啊,老王做公益吧 或者做捐赠,从来的标准就是不图你感恩 不图你回报,那简直就不可能的事了 我说你只要不骂我 这个标准就难道不是底线中的底线了吗 你别骂我,别损我,行了 到最后你说咱们老死不相往来 相忘于江湖,可以啊,高吗 这个要求要是还高的话 那就没要求了,是不是 甚至你像武汉刚爆发病毒的时候 2020年1月16号,17号 开始往武汉组织各种各样的医疗物资的捐赠 防护物资的捐赠,消杀用品的捐赠 联系全国各地的这些我熟悉的医药公司 如果不是大年三十下午 湖北武汉的公安厅 国安大队的姓什么鸡包玩意儿来着 我都想不起来了快 打电话在电话里恐吓我 骂我 这事也就过去了 没有什么人会知道的 所有的医院发感谢信也好 发鸣谢也好 在医院门口拍照片 做这个登记也好 那上边没有我王亚军的名字 不需要啊 咱也不是捐赠的阻力 我只是提供个物流 提供个信息渠道而已啊 到秋时去武汉的时候 秋时到的第二天吧 武汉就不允许进车了 就封城了 所以最后两车是 只有一车进了武汉 是下了高速 用救护车拉到了二院和瑞金医院 还有新河医院的 剩下那一车呢 实在进不去了 咋办 湖北的红十字会一小兄弟 直接联系黄刚的医院 黄刚那边也缺的厉害啊 送那去呗 所以当时你说老王干啥了 也没干啥 我屠啥了 也没屠啥 正好喝点酒 挨顿臭骂 花了他妈十好几万 运费钱 然后呢 这个那个心情就和 今儿上午给大伙讲 袁丽女士遭遇的 和我自己遭遇过的心情吧 咱说心情 类似 你说是忍不忍得住 再说 刚刚还跟一朋友聊 说他在劝我 说老王过去了 怎么样的 我说我一直以为自己 都忘了这事了 或者再想起这事 就当个笑话 当个谈资 没成想有些刺啊 是扎在心里的 有可能这辈子都过不去 好吧 聊点开心的事吧 一个呢 是最高法院 又出了通知 上一次出通知 也是咱们给分析了一下 抓前端 抓胃病 治胃病 是吧 有病的要抓 胃病的 就是没有病的 也得治 那什么叫胃病呢 这个人没病 你给他治啥呀 这个判断的依据 由党中央 政府官员来判断 他说你有病 或者他觉得你有病 他认为你有病 那就得先治你一病 先治一下 是吧 这个就叫治胃病 那么今天最高院出的这个解释啊 是啥呢 是关于合同法的 上午大康先生直播里边还聊了一下 他是具体事件 具体分析 咱们呢 是正儿八经的分析一下 他在说啥 最高法院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合同编通责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七条 合同虽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但有如下情形之一的 人民法院当依据民法典 第153条第二款的规定 认定合同无效 一 合同影响政治安全 经济安全 军事安全等国家安全的 二 合同影响社会稳定 公平竞争秩序 或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等违背公共秩序的 三 合同背离社会公德 家庭伦理 或者有损人格尊严等违背 善良风俗的 人民法院在认定这些合同的时候 应当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 综合考虑当事人的主观动机和交易目的 政府部门的监管强度 一定期间内当事人从事类似交易的频次 行为的社会后果等因素 其他的就无所谓了 很多朋友把左眼点都放在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 说以后签合同是不是都得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定调子 那怎么定啊 这个合同怎么写啊 老王写了二十来年合同啊 以前写合同开篇第一段必须是依据或者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 然后才是你合同的正文第一条第二条 假方一方 那以后呢 先在合同前面把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二十四个字先写在那儿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导向 遵守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平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这这这他妈我都不知道往下怎么写了 然后才是民法典再之后才是合同法 其实这个要这么聊的话就是就是闲扯 真正这里边需要咱们关心的就是他那三条 第一条合同影响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 这个是老条款早就有 并且呢也不可能发生 除非你是军事企业军工的才有可能或者或者涉密的企业 剩下的跟咱们民营一分钱关系没有 那么第三条背离社会功德家庭伦理有损人格尊严 这个也没有 因为国企根本就是背离社会功德家庭伦理有损人格尊严 甚至违反劳动法公然违反那个合同权的玩意儿 你说有人管吗 这条是放屁话 以前就写在这儿臭数的当婊子的牌放 真正改动的是第二条 合同影响社会稳定公平竞争秩序或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等违背社会公共秩序的 那么这类的合同要被判定为无效 首先咱们先设想一下到底有哪些类型的合同会触及到这一类的违规行为吧 什么合同会影响社会稳定呢 什么合同会影响公平竞争秩序呢 换言之中国有公平竞争秩序吗 或者说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个是什么呢 国进民退啊 是国营企业大手笔的明目张胆的侵吞私营企业啊 是继续玩垄断啊 在一个以垄断为核心地位的经济体制之下 那么他的合同可有公平竞争 这四个字啊 那些国营企业都建了武装部啊 还聊什么公平竞争啊 非法讨薪都是刑事案件了 再给你加上个恶意 一判就三年五年起啊 你还跟我聊尊重人权 其实啊 两件事 第一前面讲的国进民退 国营企业要垄断 要侵吞的时候 他需要的就是这个 实在没有什么借口了 以前可能还要立个牌放 我给你一百万买你价值两个亿三个亿的企业的百分之九十的股份 你卖不卖呀 这个是还要立个牌放 以后呢 你不不把经营权把你的资源给到我国起 那你就是破坏了公平竞争秩序 或者呢 影响了社会稳定 那么怎么判定呢 前面咱们说了 最高法上一个通知是啥 治未病 怎么判定治未病 就怎么判定你是否存在 违反公平竞争秩序 破坏社会稳定的这个违法行为 所以以前 政府跟你签的承包合同也好啊 土地使用合同也好啊 等等这一类的合同 都无效了 而且是依据法律 依法判你无效 折射到具体的案例呢 大伙就可以去想一想 孙大武啊 张德武啊 这类案件 办孙大武会搞得风风雨雨的 那么现在再办呢 那就是依法判定孙大武的工厂 之前跟政府跟地方等等签订的所有的合同 都是无效的 破坏社会稳定啊 违反公平竞争原则啊 那你抓你不就活该吗 就不需要让税务部门啊 工商部门啊 去翻你的小账啊 搞你个违法经营啊 那太费劲了 这个罪就简单啊 一句话啊 老子说你寻衅滋事 你就寻衅滋事啊 老子觉得你有病 你就得有病啊 我就治你就没毛病啊 那就是依法治你啊 听懂了吧 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个方面 结合中国社会现在比较激烈的矛盾 比较容易影响社会稳定的事情 什么事 你去银行存款的时候 签了一份委托理财的合同 别管是你主动的自愿的 还是银行偷偷的给你搞了一下 到最后钱没了 你拿着之前跟银行签订的委托函 或者存款协议 开户协议到法院去告 对不起 这个合同无效 你说你的钱存那了 合同无效啊 借条无效啊 你说存就存了 不要无理取闹嘛 不要没事找事嘛 知道徐信资是怕几年嘛 懂了 还有一个呢 跟这个也类似 也是比较尖锐的问题 购买那些七房烂尾的房奴 你们当时的房地产开发公司 给你们的承诺这个合同啊 是不合适的 这个合同里你看 哪条哪条哪条啊 有影响社会稳定的 有破坏公平竞争原则的 还有损坏损害公共利益的 当然这里边更多的 是有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导向的 那么这种合同就是无效的 你说你交了钱了 贷了款了 买了楼了 合同无效 你他妈说你买楼就买楼了 你说那个烂尾的是你的就是你的 你说那片空地上边应该给你建楼 就得给你建楼啊 凭什么呀 是吧 这叫啥 这叫新时代 这叫伟大复兴 这叫做到有法可依 法是什么 你们就偷着乐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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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